錄影黨中曾說 讓禁電室審照過關的是蔡總統旨意 立法院成立調閱小組 要求NCC提供禁電室審照資料 沒想到NCC還回函 說這案子屬於公司治理 與機關監理事項 質疑立法院無權調閱該等資料 被在野黨通批 這根本想拒絕監督引力審照資料 難道是作賊心虛 NCC的同意見 NCC的年度預算 通通都要立法院授前審查通過 NCC本來就是立法院監督之單位 曾耀祥因為你企業份就要下台 你現在就是擺爛嘛 你們不是說立法做事嗎 那你在怕什麼 被監督者還可以討價還價 真的是中華民國憲政史上 最彌補的一頁 網友透批照這個邏輯 難道高端也不能管 政府都不可以監督嗎 那為何不讓立法院直接關門 不敢給資料 是不是禁電室過關 真的有問題 從禁電室一開始 問了一整年 他都不跟你說清楚 你身為NCC的主委 對於大家關注的媒體 如何開台 關台 你居然問我們標語小組 覺得這個是重大事項嗎 非常丟人 NCC新任主委原本規劃 由台經院嚴四所所長劉伯麗出任 但傳出被民進黨內部反對 據瞭解就是因為一名媒體大亨介入 導致提名法家灣 網友大算 媒體大亨 都可以操控NCC主委 那關什麼台是誰操控的 什麼鬼扯獨立組織真的笑死人 中天關了 禁電室開了 聽聽陪委錄音檔到底是誰在操控 真的是超級超級超級大的醜聞 怎麼可以被抹媒體大亨來左右 直接把主委的人士抽換掉 從行政院NCC到總統府 你們是默認了嗎 不僅變成民進黨的NCC 還變成抹媒體集團的NCC嗎 今天是過關有沒有弊案 檢調不查 資料竟然還不讓立法院看 誰在掌控NCC和新聞自由 民眾心中已有答案 接著黃駿駛建議 SL主 太平報道